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得端端正正 但神给人的预备是奇妙的 却给他预备一个瘸腿的女儿 有一天穆尔浩斯走在路上 他正在预备传讲一篇交托的道 用诗篇三十七篇五节的话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 他就必成全 但他只有道理 缺少灵力 讲出来不能感动人 于是他求主给他一个经历 让他知道怎样交托 好去帮助别人交托 回到家里 手里拿着给太太的一大包生日礼物 女儿看到爸爸手里拿着礼物 就问是不是给他的 爸爸说 你忘了吗 今天是妈妈的生日 女儿听了很高兴说 爸爸 请你把礼物给我 我拿去给妈妈 莫尔浩斯听了心中难过 因为孩子瘸腿不变 怎么拿呢 就对孩子说 你不要拿 让爸爸拿 但孩子坚持非拿不可 做父亲的不忍服孩子的心意 就想了一个变通法 把礼物先放在孩子手上 然后把孩子抱起来 移到进去 孩子就大声叫 妈妈 礼物 礼物 他也不说是爸爸买的 但礼物经过他的手送出来 好像是他送给妈妈的一样 这个时候 莫尔忽然得到一个启示 心里说 神啊 我感谢你 这就叫做交托 我们人软弱 一切重担都担当不了 但是耶稣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十篇六十八篇 十九节又告诉我们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就是拯救我们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就像这个瘸腿孩子 他想抱这包礼物 但本身担当不了 但是父亲把他拖住了 今天我们最重要的工作 是要拯救灵魂 每位神的儿女 手中都有一份礼物 救恩 但是这份礼物 不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没有钱买 也没有力量送 是天赋预备的 经由我们的手 传给每一位需要的人 保罗说 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知他能保全 我所交付他的 直到那日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我们常常为为信主的家人祷告 愿他们同享福音的恩典 但每每看到他们 印着景象不为所动时 一方面为他们的 名玩不灵忧伤 一方面觉得 亏负了福音的工作 但神啊 救恩既是你所设的 我们岂可用人的血气行事 罔顾了你的给予 和睦与次序呢 你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既知道 你是那说力就力 说成就成的主 就当信心交托 常怀感谢 不住的祷告 让救恩传递的渠道 应与主同工而流通 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我知所心底是谁 耶稣其名身在 因他要将他百姓 从最终就出来 他有名义 嘛内力 表明圣人同在 这是真身的爱子 这是真身的爱子 黑手挽柔又敬拜 无转这福音不错 无转恐怕就诱惑 当手的装甲伤躲 岂可因寻懒惰 我心早晚不敌生 从天降下旧人 这就是道成荣神 实在有祸有真 人只有悔改相信 自己能把she假赦 接受示茧 接受十家福音 靠主宝写 写些信心 义 拜拜 享受庸生 我传这福音不错 烛转恐怕就诱惑 当手的装甲伤 王家上躲,即可因许懒惰 我爱死而复活中,因他为我受苦 过犯罪而替我输,由此恩告莫图 我看温室如焚图,因你的着几度 盘主在万永同主,灵魂提到满足 无转这福音不错,无转恐怕就有火 但手的庄家上躲,即可因许懒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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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